在各国军队的发展史上,为了战斗需要,会将所有的士兵分为很多的兵种,比如,炮兵、通讯兵、步兵等等。 今天星星要和大家一起聊的也是兵种之一,但是他们不会说话,是无声的战士,可是很多时候的任务能够取得胜利,却离不开他们的帮助,他们是一种特殊的兵种,军犬,因为他们有着其他兵种所不具备的独有存在价值,有着超强的视觉和嗅觉能力,特别是在追踪的任务方面,有了他们的帮助可以做到事半功倍。 通常情况下,普通士兵的服役期限为两年的时间,但是他们以班为八年的时间,在服役期间的功劳我们自然不必多说,今天我们主要一起探讨一下,在这些军犬退役之后,各国是如何来处理这些昔日战场上的英雄们? 先来说一下英国,服役八年的时间,一般情况下,没有全身而退的,基本上身上或多或少的都会留下些昔日战斗的见证,因为作为军犬,面对的都是些穷穷极乐之徒,所以无形中也就断造出,他们的很强的攻击性,所以这对于他们在退役后一般人前来领养增加很大的难度。 一般情况下,英国军队会选择让这些英雄们安乐死,虽然这样一次性解决了所有的问题,但是毕竟是以往一起战斗过的战事未免有些狠心,再来说一下美国和英国人不同,他们鼓励那些退役的士兵,将这些退役的军犬领回家,这个主要是从两个仓面出发考虑,其一,军犬在退役后,相对于服役的军犬对部队的作用没有呢。 那么大,继续抚养的话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 其二,在平时的训练中,这些军犬和训练员之间,已经形成了高度的默契,建立了深厚的感情,如果愿意的话,由这些老兵领养回家,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。 最后,再来说一下中国和英美做法不同的是,我们对待军犬是另外一种态度,即使他们退役了,但是毕竟曾经在战场上立过功劳,他们仍然是后部队的英雄。 我们国家专门为退役的军犬设立了饲养机构,一直待他们慢慢老去,坚决做到,不抛弃,不放弃。 部队老兵的话说得好,在部队中,军犬就是他们无声的战友,他们一起站岗,一起休息,一起训练。 在任何时候,任何情况下,他们都是不会抛弃战友的。 部队老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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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